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天文博客来的节目 当然大家有没有觉得现在画面上是一片黑 那是因为我们现在呢 是带大家来到我们蓝天文馆的星象剧场里面的星空下方 那我们在我们现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 大概是在五月的尾声了 是我们这个春季快要结束 即将跨入到夏季了 但是呢在我们大概八九点这个时间 如果你走到户外来看星空的时候 在我们针头顶上的还是我们这个春天季节的一个星座为主要 所以呢今天的节目呢 春夜星空就带大家来认识一下我们春天的夜晚 那首先呢我们在观测星空的时候 我们要有一些先有一个基本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我们要去知道我们所看的方位是在哪个方向 因为我们星座呢 基本上它在天空是会移动的 但是呢在北天的星空或所谓南天的星空 它大致上会有一个分叶 所以你往北边看跟往南边看 大致上会有一些固定的星座 是它出现在北边或南边的 所以呢我们现在以镜头所看到的方向是面向我们的北边 那我们就从北边来 大家开始主要认识春天夜晚的星座有哪些 那首先呢你们会看到头顶上呢 大概会有七个比较熟悉的点边在你的头顶上这个地方 好这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北斗七星 可能也是很多人呢第一次看星空的时候 最容易去找出来的一个星点 只是呢当然北斗七星不是一个完整的星座 它到底是什么星座呢 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 那首先呢我们会看到说这个北斗七星呢 我们从这个名称那些人来认识它 那个北斗七星的北呢 也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这个位置就是面向北边的天空 那其实是相较于我们天空还有另外一个南斗 是在我们南边天空还有一个南斗的一个存在 那我们七星呢 大概只是这里有看到的七颗星星 但是如果我们透过这个小型的望远镜啊 家里的小型双头望远镜 你就可以仔细看一下 我们大概第六颗星的这个位置呢 就所谓的开阳双星 这里呢事实上旁边还有一个小星星 它几乎很接近在一起哦 所以如果下次有人问你说北斗七星有几颗 你可以大声的告诉它 然后有八颗不相信你自己看 这里旁边还有另外一个小星星跟它作伴在一起 那这是我们北斗七星的一个概念 但是呢我们找到北斗七星 其实还有很重要的功能是 我们可以透过北斗七星的第一颗跟第二颗 往前的方向大概五倍左右的距离 可以找到下一颗星星 这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北极星了 那事实上在天空当中 你可能不会发现它有这么样的亮 只是呢它周围呢 没有其他更亮的星星来跟它做对照了 所以呢你自然而然会在我们北斗七星 这第一颗第二颗这个指向的方向呢 很容易在这个方向就找到了北极星的存在了 因为它旁边没有其他更亮的星星了哦 那找到北极星也标示出了我们这个正北方的方向 当我们找到北极星之后呢 把北极星往前放下来 面向它都代表我们这个方向是我们的正北方 这时候我们把双手打开 我们的右手呢就会指向正东方 左手就会指向正西方 那相对来讲我们的后脑勺呢就指向我们的正南方哦 所以在以前航海的时代啊 透过我们天空的星象来指正方位是很重要的 那其中就是一个北极星是相当重要的一个指标哦 那如果我们找到北极星之后 如果你长时间在星空下观测 事实上你还会发现说我们的星空呢 会绕着北极星来做这样子一个 慢慢慢慢慢慢的一个周期性的运动 那这个转动的过程当中 当然我们轮流也不太容易察觉 因为天空很大 所以你可能不太感觉到星星在移动的过程 但是如果我们对着北极星的方向来拍下 像我们现在所看到这张叫星轨图 这是一个用缩时摄影的方式 我们做长时间的摄影之后 再把下面把它叠加在一起 你会发现每一颗星星都好像它移动的轨迹一样 所以我们把这样的土雕星轨图 而北极星所在的地方呢 也会绕一个极小极小的一个圈圈 代表北极星也有在移动了 因为它绕行了那一个真正的圆星点 我们称为北极点 这是我们地球自转走指向北方的方向的真正的位置 那北极星它只是很靠近我们这个北极点 所以它本身也会绕成一个比较小的小圈圈哦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说 北极星它本身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星座 因为它只是我们那个星座的一部分 是我们的大熊座哦 它本身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星座 那这个北极星走在的地方 则是我们的小熊座哦 那我们看到这个大熊座呢 刚刚是这样子绕着我们的北极星在转 就好像这一只大熊的熊妈妈呢 来守护了这一只它的熊小孩一样 那接着下来呢 我们要把我们的这个星空的方向呢 转到南边 带着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我们南边的星空可以看到什么样的画面哦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透过地景的变换哦 大家会发现说我们天上的星空也不一样了 那是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画面呢 转切到我们的这个南边星空的方向 但是我们要认识南边的星空 我们还是要透过刚刚在我们北边天空的这个 北极星来开始哦 那我们的北极星呢 我们顺着这个北极星弯弯的尾巴 在这个弯弯的尾巴这个弧度呢 我们慢慢的往下走下来的时候呢 会自然而然会找到两颗稍微亮度 比较高的一个星星哦 就大概这个方向弯下来 那我们也把这一条弯下来的弧线呢 我们把它称为春季大曲线 它所经过这两颗比较亮的星星呢 其中第一颗是大脚星 它会比较偏向橘黄色 所以大家在天空在辨识的时候 事实上它容易被找出来 因为它的亮度很高之外呢 它的颜色也很特别是橘黄色的 再往下一点点的亮度再稍微比大脚星 再稍微弱一点点的是我们脚秀衣 它就比较偏向白色一点点了 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这一个北极星的弧线呢 去找到了我们这两颗很重要的星星 那找到这个大脚星的角秀衣之后 还不要停下来 我们顺着这个春季大曲线的位置 再往前滑动一点点 就发现说 这里好像有四颗星星凑在一起的感觉 很引起我们注意 没有错 这算是在春季星空里面呢 相对来讲很容易去找到的一个星座 因为呢 这个星座的面积很小 它彼此的星星比较凑在一起的关系 所以很容易去找到它 那么你找到这四颗了 你感觉出来是谁吗 如果你眼睛过了好玩 发现这四颗的下方 还有一颗小颗的 好像的亮度没有那么高 但是呢 看起来好像一个尖尖的嘴巴 我们地上站在啄的感觉 那上面两颗星星呢 就好像在这一个尖嘴巴的鸟呢 养起了翅膀 这就是我们的乌鸦座了 所以感觉到一只小乌鸦就在我们正前方 那这个乌鸦座找到之后呢 接下来在它的前面一点点有一个 其实基本上在我们一般的家里面 不太容易找到它 但是呢 它事实上就跟我们的乌鸦座呢 紧挨在一起了 有一个大杯子 那这个大杯子呢 我们在天空把它称为巨绝座 巨就是巨大 绝呢就是酒杯的意思哦 所以呢看到了乌鸦跟酒杯 你有没有想起了这样一个 一所欲言的故事里面 乌鸦要喝水喝不到的时候呢 想办法把这个石头填进去 都喝到水了 会不会这个欲言的故事 就灵感就来自于我们这个乌鸦座 跟巨绝座呢 我们不是很确定 只是它们两个抽在一起的感觉 还是让人家蛮有这个兴趣的哦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的两颗星星 就是我们大脚星跟脚秀衣 那大脚星所在的地方呢 事实上不太容易去找到 它们彼此之间的相对位置哦 但是呢 我们可以感觉到好像一只麦克风啊 或者冰淇淋甜筒的感觉 这就是我们的木夫座 那木夫座呢 它好像是一个牧羊人 对不对 可是它手上的拉着就是我们的猎犬 我们从它的脚这个手的方向呢 往下看 它会感觉到好像有两颗星星存在 那就想象它拉着两只猎犬的感觉 只是这猎犬呢 它在追逐的就是我们刚刚 前面介绍到的 北斗七星所在的这个大熊座哦 所以呢 我们的木夫座拉着这个猎犬 正在追逐大熊的熊尾巴 的一个相对的一个方向 这是我们适合去找到 木夫座猎犬座跟大熊座 彼此相对位置的一个方式 所以可以从大脚星先去找到我们的 这个麦克风或冰淇淋甜筒 再往它的右手边的方向呢 去找到我们的猎犬座之后 再看看北斗七星的尾巴 刚刚在这个位置 我们就找到它了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我们刚刚所说的脚修衣 又是哪一个星座呢 这个星座是真的不好辨识的 因为是全天空第二大的星座哦 代表说它的星星分布在相当广泛的位置 这就是我们的侍女座 侍女座呢 也是我们在生日星座里面 所谓的处女座 只是在天空学上 我们称为侍女座 那侍女座呢 她在天空是一个躺着的女神 她也是我们的农业女神 在希腊神话故事里面 她就象征了 她手上呢 拿着这个麦穗 那麦穗呢 因为刚好是这个春天的季节 然后我们的麦穗 闪闪发光 在这个角修院的地方 麦穗闪发光呢 就好像象征了今年是一个丰收的季节 那如果我们找到了这个大脚星 跟脚秀衣之后呢 我们透过这两颗星星 来试着找到 可以组成一个三脚星的另外一颗星星 在这个地方 就是称为我们的五地座衣 这个三脚星呢 也是非常知名的 我们就称为春季大三脚 那在我们很多的 这几个季节里面 我们通常都会透过这个几何图形 来帮我们辨识整个星空 所以呢在春天呢 我们就可以透过我们大脚星 这个地方找到慕夫座 脚秀衣呢 找到施女座 然后呢再透过我们的这个 连层三脚型的地方 有另外一颗五地座衣 来找到下一个星座 那下一个星座是神仙卖一个关子 但是呢 除了这个春季大三脚之外呢 我们还会在它的上方 刚刚讲到猎犬座的这颗星座 把它连接起来 也有人把它称为春季大钻石 就看着一个是一个大大的一个四边形 把它想成好像一颗大钻石一样的模样 所以这时候你也可以确认猎户座所在的位置哦 那刚刚有提到说 那我们的五地座衣又是哪一个星座呢 这个星座啊 我们来往它的前方看看一点点 这边有一个倒过来的大问号 倒过来的大问号呢 问号的一个点点呢 就是我们狮子的心脏 也是整个狮子座最亮的一颗星 就是我们的轩辕十四 那第二亮的星星就是刚刚所提到的五地座衣啦 它就象征了我们这个狮子尾巴所存在的地方哦 那如果我们找到这个狮子座 又连上我们刚刚看到的侍女座 狮子跟侍女座都是我们的生日星座 那你会觉得那其他生日星座在不在呢 当然在 而且刚好就在我们这两个星座的两旁哦 我们把这个狮子的心脏的轩辕十四 跟我们这个侍女座手上所拿的麦穗 脚秀一路把它连接起来 想像天空呢 画了一条线 那这条线所经过的地方呢 就是我们几个生日星座所在位置 因为这条线啊 就是我们的太阳在天空当中 花了一整年的时间在天空中画出了一个圆圆的弧线 那这个弧线呢 整个就经过了我们天上 有人说是十二个星座 也有所谓的黄道第十三星座 那总之呢 他所经过的星座呢 就是我们的生日星座了 那在天空学上的概念是 如果太阳走到哪一个星座的那一天 你出生了 那你的生日星座就是属于那一个所谓的黄道星座哦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狮子座的前面一点点 就是我们的巨蟹座 那在我们的侍女座的后方呢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天平座 那实际上再往下一点点就是我们的天蝎座所在的位置哦 那这几个星座呢 我们在它的下方一点点 在我们轩云十四的星座的 这个心脏的正下方呢 有另外一颗亮星 那这个亮星呢 帮我们找出了整个全天空呢 最大的一个星座 就是因为它太大了 不容易找出它来 所以我们要透过这个轩云十四所在的地方 先找到它的心脏之后 想象着有一条线 跟着这一个我们刚刚讲的这一条 太阳公公所走过的这个黄道的路径 稍微平行一点点的感觉的位置 可以看到它有一条线呢 画过了我们的乌鸦座跟巨蕨座的下方 这是我们的全天空最大星座 叫做长蛇座 那所以呢 可以想象一下长蛇座呢 因为非常大的关系 不容易找到它整个样貌的话 可以找到它的心脏 叫做心秀医 那两颗星星呢 就刚好就是 狮子的心脏跟蛇的心脏 刚好是几乎是靠在一起 有个星星相应的感觉 就帮我们找到了长蛇座所在的位置了 那其实呢 我们在春天的夜晚呢 还有相当多的星空的元素 是希望跟大家做分享的 这是在我们短短的节目时间内容里面 不希望塞了太多的一些主题 让大家消化不良 但是如果未来我们南天馆开馆之后呢 有机会大家可以在我们每个 礼拜六的周末夜晚 来到南天馆 一起参与我们的星空导览节目 我们会有更充裕的时间 来跟大家分享星空的美丽 所以我们这一集的天文博客来 我们春季星空的节目 我们要在这边展告一个段落了 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追踪我们天文博客来 后续的节目内容哦 我是文智老师 在这边跟大家说再见咯